昨天上午山东省复英国联合工作组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后返回济南 那么联合工作组抵达英国后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在英留学生海外侨胞对工作组的到来有何反响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山东省复英国联合工作组随队记者江扬的讲述 我是江扬是这次随山东复英联合工作组的随队记者 我所在的地方是在英国伦敦 现在当地的疫情还是在一个蔓延的一个状态 工作组到达之后立刻展开了工作 组织了多次像这样的与当地留学生 华侨华人代表 中资机构人员和英国医学专家的视频连线 那么专家成员还第一时间通过大使馆与英国卫生部次长贝斯尔视频连线 介绍了这次来英国的目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贝斯尔说 感谢你们克服困难来这里分享经验 很认同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 那么工作组共有15人 包括了疾控 诊疗和心理方面的专家 我们这次给在英留学生 华侨华人 中资机构人员 带来了460万只口罩 6万个健康包 12万盒莲花清文胶囊等物资和防控知识手册 并通过连线的方式 向留学生 华侨华人 中资机构人员 介绍了防疫知识 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解答了他们关心和疑惑的问题 保证上官和你的脸不要密切的接触 工作组里的专家呢 有曾经救治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医生 他们告诉学生们 从国内的抗疫成果和数据看到 疫情是能够完全得到控制的 还告诉他们如何个人防护 环境消杀 储备物资等等 工作组的中医专家也介绍了中医中药 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和英国的桥界代表视频连线的时候呢 他们非常激动 连线平台很快就爆满了 他们迫切想咨询专家组很多问题和疑惑 从第一次连线以后 我的现在手机不管是微信还是电话 基本上都打爆了 不光是留学生还有一些家长 我觉得能帮他们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也是我们最次来的目的 我还注意到这边的山东侨胞 还给山东省委省政府写了感谢信 上面说呢 党和国家的温暖让我们非常感动 深受服务 就说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的胆量 就感觉战胜疫情就在眼前了 我们全英的华丽华侨 都为山东的到来 感到祖国的强大 祖国和我们新联在一起 在这个特殊时期 祖国强大的支持 这是我们战胜会的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